hari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好 尊敬的陳介山院長,非常感謝有這個機會再次訪問台師大。 有這個機會安排跟同學、老師們分享一個我個人成長的經歷。 I know some of you do not understand Chinese, so I will prepare my PowerPoint in English, but I will mainly speak in Mandarin in Chinese. I plan to do the opposite, I want to speak in English and then use Chinese PowerPoint, but after talking to some of the colleagues, so we decided to switch, maybe that has a better effect. 所以我今天就不講學術的技術的問題。 我去年六月份的時候在香港中文大學也是做個類似的演講, 但那場演講完全用英文講,有中文的PowerPoint,反應也非常的熱烈, 大家都覺得蠻受鼓舞的。 因為我覺得我這個出生子很平凡的,等一下你會看到, 大學是個蠻不錯的大學,是廣州的華人理工大學, 但是我是學數學,那絕對是不是華人理工大學的強項。 所以因差陽錯就變成了學數學, 後來變成學運用數學,變成運用數學家。 有時候真實命運的安排是很奇妙的,你想躲也躲不開。 所以今天我就從,等一下。 OK,對不起,可以。 OK,所以我先從這個,我先講講我的童年,我的background。 所以這個是我的,這個不大敏感。 OK,所以我是1962年年底在廣州出生的,我父母都是醫生,是在廣州大醫院醫生, 我爸爸是華僑,我媽媽呢這個是因為有海外關係, 我的外公很早就到香港了,所以因為有海外關係, 所以傳家在文化大革命1969年的時候呢,就被下放到一個廣東省很偏遠的一個叫華州縣, 在那公設一個衛生所當醫生,那時候我才六歲,就跟隨父母就到農村去了。 那時候剛到農村的時候呢,就我才六歲,但是在家裡說你也沒什麼事幹嘛,在家裡, 你去上學吧,農村的那時候小學也很不正規,你來,他覺得也OK,就讓你就上學。 所以我六歲就上一年級,並不是說我特別聰明, I have nothing else to do,所以就上了一年級了。 我在那個,所以我當時在一個所謂公設裡面的一個大隊,裡面一個附設的小學,裡面還有初中, 所以從一年級一直念到初中畢業,那時候的那個生活的條件非常差的,如果你們有些人聽過邱承龍教授講他童年在香港的時候也很艱苦, 他說他要步行很遠的路,才能去上小學,要走那個田港的路,我那個童年就是跟這個一樣的,要走山里的路。 有時候冬天的時候,天還沒有亮,你只有走去上學,還沒有吃早餐,大概上了可能九點半,才下課回家吃早餐。 而且那時候的那個農村的教育呢,非常非常平,資源很平乏,你們這是師範大學嗎? 我們那個小學都聘不起很多師範大學的老師,或師範中專的老師,很多一部分可能50%以上的老師是所謂民辦老師。 民辦老師是什麼概念?這是你農民,可能剛剛初中畢業了,你不去當農民,你就回來教書,就給你credit,給你公分,你不用下地幹活。 所以我當時的小學一年級到三年級的老師呢,就是這個民辦老師,他有沒有學過拼音? 所以我從小的時候上小學,都沒有學過拼音,所以我現在打字打中文字都很困難,因為我就叫廣東人,發音也不准,也不會輸入。 所以你看這個一個教育對一個小孩的成長影響很大。 而且那個時候我們那個地方有點像台灣的這個氣候,我們是在雷州半島,是那個tropical weather,每年到夏天的時候就發風下雨。 而且我們那個校舍啊,完全是泥的磚頭蓋起來,不是真的瓦燒的磚。 一下雨的時候呢,整個教室都漏雨啊,底下都是泥地,都是很muddy的。 所以基本上,而且每年都有洪水,這個氾濫啊,這個地下都會淹水,所以這個你可以想像那個條件非常差。 加上呢,我們家是屬於被下放的農村,所以我們受政治上的迫害,等於說我們是黑五類。 所以大家人都對我們是非常不友好的,每個人都會歧視,等於你是二等公民,三等公民。 所以從小的時候就覺得很不愉快,很孤獨,因為家人身體也比較弱,所以也沒有什麼朋友跟你玩。 所以覺得很孤獨,所以唯有書本呢,變成我的很好的朋友,小的時候還要讀書。 那時候也沒有借到什麼書,沒有圖書館,不像你現在有圖書館,也買不起書。 而且那時候文化大學院很多書都是禁書,對吧,都是很進步的書。 所以那時候如果單位的同事,誰有一本什麼書,趕快說你能不能借給我讀一下,我一個晚上都看完,就還給你這樣。 人家有時候說,哈哈,我還要兩本書,一本給你看一下。 通過這樣的話呢,包括看莎士比亞的書啦,古中外的一些書啦,通過那個書本才看到外面的世界,原來外面世界那麼精彩。 而且很多古代的也好,現代的,中外的一些英雄的人物,科學家也好,是我這個榜樣。 從小呢,我父母呢,就跟我講,因為我爸爸是印尼的華僑,所以他有些哥哥啊,在印尼或者新加坡。 其實家庭條約也很一般,但是他們四個子女,有些寫信會來說,有個考上大學,有個當記者,有個當醫生,有個當工程師。 所以從小時候,我媽媽拿著那封信,你要好好努力啊,將來要上大學啊。 那時候覺得怎麼可能呢,我們是黑五類,連考試的資格都沒有,因為中國政治審查要推薦,完全是不可能,完全是個夢。 對吧?所以,但是有個夢,還是很美的。那你通過看那個古代的,看很多書籍,你就有個榜樣。 榜樣的力量也是很重要,這次我等一下反覆要強調這個。 儘管但是生活非常差的環境下,所以等到我去上高中的時候呢,我就覺得人生有個轉折。 因為我剛才講的那個,我那個公社裡面呢,大概有七八個還是十個大隊,每個小孩子就去你的大隊裡面去上小學初中。 全個公社只有一所高中,高中是個boarding school,是一個半三腰的一個中學,什麼叫民辦中學。 所謂民辦中學是什麼意思呢?國家不給經費的,你自己學生要去上山砍柴啊,燒磚啊,蓋校舍,就勤工半學。 所以那時候是很差很差的條件,而且呢,差了什麼程度呢? 你現在覺得boarding school技術學校應該有飯堂吧,提供餐點,沒有。 他只給你蒸飯,每個人帶一個飯盒,帶著米,帶著一粥的那個,你的乾糧。 因為他沒有冰箱嘛,你比如說我們家裡也說,你沒有營養啊,正在發育的時候,你會帶點魚啊,肉,你肉也非常缺乏了。 你過一兩天就爛掉,臭掉了,長蟲了。 你只能拿一些鹹菜啊,可能花生黃豆,那時候就有營養的了,是吧?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艱苦的。 在那種,儘管在那種環境下呢,我很有幸碰了幾個非常好的老師。 尤其是要感謝我的數學老師,曾方正老師,他是我的班主任。 剛好那時候呢,我從小學到初中畢業,從來都是第一名考試。 但是Nobody care,那時候都是學,知識使人家反動。 你越知識,越考試越好,反正覺得你是越不好,你是白專。 你不紅,又又又紅,不能夠又又紅又專。 所以我們是不被人家看得起的。 但是我上了高中以後呢,我第一次發現,各個大隊,就很多學生來嘛。 發現,哇,有幾個,我班上有幾個非常厲害的學生。 第一次模擬考試,有幾個數學比我考得還好,語文也比我考得好。 我說,哇,太好了,有競爭,但是很友好的競爭。 我們的老師非常,我們班主任是數學老師,非常認真的教,而且很有啟發性的。 跟我上大學的時候有點不同,大學的時候非常抽象,大家都不搭桿,問問題。 高中的時候老師可能,那個老師是受過師範教育的。 就很有,比如引這個新的概念,他先問同學很多問題,我們就去搶答。 就覺得很有意思,老師鼓勵你去,就覺得那種氣氛很活躍。 而且我也很感謝那個語文老師,其實從小學到初中畢業,沒有好好學過中文,對吧。 但是上了這個高中以後呢,這個語文老師也是因為是黑五類,才從縣城,城裡面下放的我們那個很破爛的,很窮的這個中學人們當老師。 他非常有passion,你可以看到一個師範學校培養出來的老師。 他上學,他上課啊,就像你這個,在演出一樣,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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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有激情。 這個,這個,這個,就讓你非常感染力。 而且那時呢,我從小學到初中畢業,從來都是不被同學喜歡的。 因為覺得我性格有點高傲,有有點,反正就有點驕傲,每年的評語都是驕傲自滿。 今天我的層次是那麼慢,有時候我媽就說,你怎麼每年都是拿驕傲自滿的評語呢? 我說,毛主席不是說嗎? 他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 我如果驕傲的話,為什麼每年都第一啊? 他大師才跟他這個說。 但是呢,後來才,才,才,才意識到這個,這個,這個,去了高中以後呢? 我就發現,我原來,我的人生態度不正確。 並不是因為你的出身不好,人家才歧視你。 其實你怎麼對待人,還是很真誠的對人,你是不是很謙虛的待人。 其實後來發現,在高中的時候,大家都不認識你,這個新的面孔出現。 我發現當我降低我的姿勢,我變得很humble,又對人家很好的時候,我突然變成我很popular,大家都很喜歡我。 我第一次選頒幹部的時候,我竟然是最高分,最高票當選,最當選的,學習委員。 學習委員這個好處,我每個,每週去幫忙收著業,就帶去交給數學老師啊,交給語文老師啊。 老師就叫我們去他的宿舍,但是沒有辦公室,就聊啊,跟我們講很多故事啊,開放我們的事業,非常非常非常開心。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學習很多。 而且呢,這個高考那一年,儘管我經歷了那麼多磨難,但是呢,我做好了準備。 其實那年暑假,我都聽了小道消息說,也有七七年暑假,就說鄧小平那時候剛付出,很可能以後會恢復高考,考大學可能恢復高考。 但是呢,我知道像我們的出生背景,就算恢復高考,肯定也輪不到我們啦。 所以你政治審查就過不去,我們黑五類嘛,這以前一直都是這樣子的。 但是我沒有放棄,我就利用整個暑假,就把整個初中以來的數理化語文全都呼吸一遍。 所以等到那個1977年10月21號的時候呢,鄧小平非常感謝鄧小平,他是有極大的政治智慧。 聽後來看那個那個紀錄片說,當時他們就很多,他召集三十幾個專家,這個高校的一些專家,他們說現在教育什麼問題。 鄧小平付出第一件事情,他說我要主管教育跟科技,他是找這些人來作談,現在教育出現什麼問題。 剛開始大家不知道要敢說話,後來說,現在都是學校沒法教啊。 你只是工農兵學員,沒聽過考試,參差不齊,沒辦法教。 就這麼下去,國家怎麼發展科技。 所以鄧小平聽了以後說,那能不能改? 人家說太晚了,你那時候可能六月七月八月了,他今年招生已經過了。 他也說沒有關係,我們只要能改,今年能做,不要等到明年。 所以那年就十月二十一號,就公佈了新的政策。 而且他把那個單位推薦本要四條,以後單位推薦,你單位推薦這個問題就大了。 你單位的領導不喜歡你,他就不推薦你吧,找個理由。 他說這個很弊端,他把它擦掉。 所以每個人都可以報考,無論你出身,除了你犯罪對吧。 所以我當時是作為高中還沒有畢業,高中才,剛剛升二,高二。 我作為在校生允許三個Percent的學生被推薦,代表學校參加這個高考,第一屆高考。 本來我想說,那也是練兵嘛,我應該肯定沒有機會,我高中還沒畢業,你怎麼能被錄取得上呢? 這樣給你一個機會,你就等於練練手嘛。 但是我,但是那個老師,他們同學老師以極大的熱情,給六個禮拜免費的補習。 給那個等於是一個Boost Camp一樣,給大家,哇,拼命的去補習。 我覺得那個六個禮拜學的比我整個初中的高中都還要多。 因為我直直已經ready了,大家都很如機伺合的去吸收新的內容。 而且很多考生呢,就走端牛角尖,我要找最難的問題,他覺得考試肯定做很難的問題。 我覺得我是沒有機會,這麼短時間,沒學過你還能學,我不好高勿遠,我都把基本盤顧好。 對吧?還好那年考試的題目非常basic,非常基本的。 而且是不是全國同考,每個省出題,我廣東省出的題,剛好是非常,比較簡單的。我數學考得特別好。 所以就,就考上了這個華南理工大學。我那時候才15歲。 當我收到錄取通知書的時候,你就不知道多高興。人生的夢想,終於實現了。 本來沒想到有這個可能,靜陽,就實現了。 但是同學很失望,因為我報考,我自所以第一次願報華南理工大學。 所以我父母知道我喜歡數學。 他說你練數學什麼用呢?你要去中學當個老師,那時候老師是臭老九不受尊重啊。 我們不想,但你也不如就學個工程嘛。 我這個儀仗是華南理工大學的這個校友。 他說你看人家機械工程每個地方都需要。 你就靠技術吃飯嘛。或者報了機械工程專業在華南理工大學。 但是我數學考得很好。 但是剛好學校呢,要招那個數學師師班,就到各個系裡面找數學考得最好的。 我那時候數學可能考滿分,就招到數學師班去。 所以看了就有點失望。 但後來來到上了大學以後,覺得既來之,則安之嘛。 所以就說是為了大學教師,所以我就進了這個數學師師班了。 所以那時候呢,我覺得非常感謝我在華南理工大學這個經歷。 那時候經過文化大概面十年,積累了多少人才。 很多我班上的同學,都當了好多年的老師,對吧。 有些是已經比我大一倍三十歲了,好幾個,老三屆。 所以,而且呢,我那時候呢,因為從小學到初中、高中畢業。 我學校還沒畢業,從來沒有學過英文。 因為都開不出來嘛。 我連拼音都沒學過,怎麼可能學英文呢。 所以我上大學以後,從英文從ABC學起。 那當然跟城裡面的同學相差是很大的了。 而且頭兩年學那個學校教那個工科英語,完全是文科大革命的教材。 都是口號的英語,工科英語,Thinglish。 It's not authentic English。 但是我們是數學師師班,所以學校派了最好的老師來教我們數學。 儘管經過文化十年文科大革命,大部分沒有老師做研究。 不可能有這個環境嘛。 你能生存的不錯,你都不能做研究,對吧。 但是他們派出好的老師幫我們把基本功打得很雜實。 所以我非常感謝母校華人大學,為我打下一個很雜實的技術。 尤其我感謝兩位教授,這個鄧允秋是一位女教授,她教我數學分析。 她先生呢,是叫盧文,兩位都是留法國回來的數學家。 很愛國,很早就回去了。 那時候呢,我因為大三的時候,就想考盧文的研究生。 那時候也學英文嘛。 他們家有個專家樓,有電視。 我們有一次去那邊她家去拜訪她,看到她正在學那個空中英語教學。 我說,呀,盧老師我可不可以一起聽? 因為我很想學英語。 她說,可以啊。 我們一起來學。 聽了以後呢,她就跟我講很多故事啊。 跟你現在怎麼樣? 在講她以前留學的故事。 講了很多以前有名的數學家,在歐洲啊。 像高斯啊,什麼這些大科科學家的故事。 我那時候聽了就像聽故事一樣。 哇,這些都像天上閃閃發亮的星星。 那麼遙遠,這麼璀璨,但是又卻離我們那麼遙遠。 但是卢老师鼓励我说 卢你好好努力 有一天你也可能成为他们的一员 我说我怎么可能 但是因为老师这个鼓励 我觉得在我心目中种下一个种子 人是需要有榜样的力量的 又有梦想 又有榜样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真的是把我 给我种下一个很好的种子 当我后来碰到要做选择的时候 我就选择一条更挑战的路 而不是选择一条更容易的路 这是卢文教授 邓颖秋教授 所以我在1982年3月份的时候 我七七级文化大革命第一届的 这个大学生毕业 我就成绩还是很好 我班生有50个学生 但是华老女大学不可能把五生 都留下来当老师 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名额 大概有10个 11个个家 我呢是属于成绩 我不是最好成绩的 我大概说那个前三名吧 所以我还是可以留下来当做教 做了一年半以后呢 1983年8月 我到UC训练数学研究生 当时还不知道 可以直接可以申请念博士 我先申请念硕士 我父母已经移民到香港去了 OK 对不起 对我父母已经移民到香港 所以他们可以制作我两年 到UC训练硕士 当时呢 我就有个 我非常感谢 因为从香港来的郑少远教授 他当第一年的时候 我选他十遍函数的课 那年 感恩节的 那个圣诞节的时候呢 我打电话给他 恭喜新年 感谢他 我问他说 哎呀你考得很好啊 你考了A加 你要说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啊 我说我是念硕士的 我也不知道下来 接下来还能不能 继续念博士呢 还是要转成别的专业 因为很多同学 出来的都转成计算机啦 电机啦 或者统计啊 比较好容易找工作的 他说 哎呀那个 他说 他你在美国念个硕士 所以说没有用的 你只能在中学校教教书 他说你应该念博士 你有这个潜力啊 你为什么不念博士 我说哦这样子 他说你如果念博士的话 你在美国你念的很好 自有用武之力 你自然可以留下 你不用担心太多 对吧 然后我说那怎么转呢 他说你就跟那个系里面 那个副系主任 刚好上我选他的课 一个美国老师 还有他 他我跟你写封推运信 所以我第一个学期 就直接从硕士转成博士 对 一点事情都没有损失 因为他推荐我去跟那个 从瑞典来的一个 Anchrist教授 他那边我的导师 学这个数值分析 他那时候很年轻 Anchrist才38岁 还有另外一个教授 欧雪才41岁 两个非常年轻有为的教授 都一手 把UCA 从原来应用数是很差的 没有什么名气的 就把它建成一个世界一流的 一个应用数学program 对吧 他们非常年轻 有能量 有创力 创造力 敢于挑战一些难题 我们都等于当时他们 我们现在都说 你开创个startup company 开创个公司 他们就等于开创公司的老板 我们当时是很优秀的留学生 包括中国大陆来的 还是美国学生 我们这边他们的员工 我们在一起 他带着我们手 手把手 一边通过去做研究 等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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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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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 是我很愉快的一段经历 对 尽管我那时候刚来美国的 刚来UCAS没有资助 我等于是二等公民 所以我很多的经历里面都 但我是self support 就是我父母 制作我自费留学的 但UCAS数学系呢 刚才 陈院长有这个经历 他刚去的时候 也是没有资助 我们就等于一直都是 把那些 资源 TAR 先分配那些 已经答应 commit给制作的人 剩下我一个学习 一年只能 TA两门课 还不够 付我的学费 生活费都不够 后来那个 Anchrist 了解到 UCAS了解到 我这个情况 他就把他们 刚刚申请的一个 海军 一个funding 来 support我 给我说 来补贴 暑假 然后给我做传级的RA 所以我financially 就独立了 对吧 而且我第一年结束 就把四门的博士资格 是考过 第二年就直接就 就做研究 我听过 本来是念硕士 念完硕士要两年再去念 转成博士 要搞很久 但是我直接从 从硕士转成博士 我四年就拿到博士学位了 所以这是我的老师Anchrist 所以当时我在大学的时候 没有学会做研究 对吧 那时候只是 我说过连老师也没怎么做研究 所以根本就没有懂得 怎么做 做Original的研究 所以的话呢 我是在UC的时候 才开始学会做研究 老师给我第一个题目 非常非常困难 他当时有个很有名的方法 有两个很有名的两个教授 Mida跟Churin 他们提出一个波团法 What is block method 他们号称能够解决团流的计算 所以这是最新的一个发展 他当时呢 那个罗老师就说 这个方法 他那个paper非常厚 两个部分 part one part two 根本就看不懂 那些相关的文章 用了很多发言分析 非常抽象的那种语言 但是他说 这个文章这个结果 尽管他们说的 吹得那么这么好 但是如果他们号称解决团流 团流是非常不光滑 没有光滑性的 但是他们那个证明 需要无从光滑的促使条件 无从光滑的解决 他这个不符合实际啊 他你把他的文章改善 看能不能把它降到最低 最好最好降到一阶可为就好了 甚至都不用一阶可为 就更好 当时这个对我来讲太大的挑战 而且我的老师当时就生病了 就肺里面积水 就开刀住院 他两三个月没有见到我 所以那时候很苦恼啊 连看懂这个文章都已经有 都很费劲了 你怎么去改善 根本就是每一部 好像你都费了很大力气 都看得懂 但是你就不知道 为什么想到这么做 你怎么改进呢 对吧 好像每个地方都需要的 不可能改进 能改进他们就改进了 对不对 但是呢 但是呢 后来我很幸运 有一天碰到 在图书馆找到一篇文章 这两个很年轻的数学家 刚刚博士毕业的 Berkeley Chris Anderson 跟Claude Winger 他提出了个简化证明 把原来他那个 Bill Mider Bill跟Mider 用那种 Pseudo-Differential Operator 你没分算 那套非常复杂 那套理论 他把它大大简化了 所以我一看了以后 就豁然开朗 哎呦 我终于把他们整个方法 在干什么搞懂了 因为按照老师的要求呢 把他无从接的可为 降到比一些可为多一点 就Seven Alpha 哇 后来六月初的时候 我老师出院了 出院休息的差不多 就回学校 跟我约个时间 我就把我整理好 那个讲稿 拿去给他 我说老师 我终于把你要 交给我的任务 做到这里 你觉得可不可以 你看证明对不对 老师看了以后 非常impressive 中间的时候呢 老师在做手术 生病的时候 他跟我讲说 你有问题找欧雪教授 欧雪不做这个 他只是关心关心 我的生活 跟我聊聊天 没办法 直接性的指导我 所以当时 Anchris回来以后 看到我得到这个结果 非常高兴 哇 这个太好了 你这么 好像说 你这么厉害 这么短时间 我没有怎么帮你 对吧 那个暑假呢 那个老师分配说 你继续把它再进一步改进 也许做一些计算 以后我们后面就可以写文章了 这样 然后呢 他暑假 他会不会是瑞典人嘛 但一年就回欧洲去暑假 回欧洲度假 去开会 然后他回来以后呢 这个暑假结束回来以后呢 他说 这是Tom 这个 bad news 他说这个 我在开会碰了一个 Burk的一个大教授 Olli Hall 他是个挪威人 他说他有写了一篇paper 他在那个会议做了个演讲 他说把这个证明 要简化 要求那个 regulity 比一切可为都不用 西亚法就够了 哇 我听了一下很失望 本来觉得是很重要的 蛮好的节目会写文章 人家的节目一出来 而且文章都写出来了 我那时候没写好文章 就不能发表了 但是那个 Ankri说 那个Olli Hall 很客气 很欢迎你去Burk的 去跟你交流 但是我也没有feel bad 我觉得因为 我才是个大 延二的学生 研究上第二年学生 从那个 不会做 做original原创 论文的一个学生 既然在那么短时间内 把那么难的问题搞懂 还能改善 还跟那个Burk的大教授 也没有差那么远 我觉得反而是我一个肯定 我觉得这个增加了 我对做研究的这种信心 而且后来我把这套 整个复杂的理论搞懂以后 为我后来在科研研究所 做了一个大的突破 埋下了一个伏笔 所以有时候你的心态 也要对 你也不知道 遇到你愿意不好的事情 是伏伏还是货 这是欧学教授 在他70岁生日的时候 我们跟他合照了 这是他的女儿 所以我在1987年 后来我的博士 因为我已经做这个工作 人家把我毙了 所以我就不能够继续在 那个工作做下去 来写我的博士论文 后来那个安克里斯呢 就提出来 你就做多尺度 刚刚他做一个多尺度的 对不起 多那个多尺度的那个问题 所以他就给我说 你把我这个二乘二的问题 把它改进去三乘三 以后再把它改复杂一点 他给我列了一个提纲 说你这么做一二三四 你就可以毕业了 老师很会带 以后呢 我很快的那个暑假 那个寒假 就把老师那个文章消化了 基于我原来做研究的基础 我开窍了 我懂得怎么做研究了 我六个月半年 就把它交给我的一二三 全都做完了 那个老师在我第三年的 六月份的时候 哇 你随时都可以毕业 但是那时候 已经过了申请学校的这个季节 所以我要等到秋季的时候 才能申请学校 然后他的那年 在去Minnesota 一个special year在IMA 然后他说 你再做些计算 你就可以毕业了 你再说明天申请工作 后来我又把它那个分配 我的那个工作 不但是说计算 我理论上也突破了 所以当我87年 博士毕业的时候 收到好多的offer 好多名著名的大学都聘请我 有些大学直接给我 Tenure Track Offer 像Pardewa大学 Avizona都很好的大学 而且说我马上可以帮你 办绿卡 你要不要来 对不对 我后来我都 但是呢 那个欧学跟我讲 你不要去接受别的地方offer 你要去Koran研究所 Koran Institute 那是最好的地方 你要去对景天的地方 那你先 之后来呢 我终于等到了 我就打了Koran的offer 他当时只给我一年 所以那时欧学说 呀你这一年 也没关系 你就接受那个 像Pardewa Avizona 他觉得Avizona很好 你是很多大人物 他还没离开Avizona 一年以后 你就直接回去 绷在申请了 你去Koran 因为你要申请工作 是很不稳定嘛 但是那个Cathlete跟我讲 也有可能 可以Renew 拿了新的那个Grant 你可以是待两年 我就跟欧学 跟Anchory讲说 我还愿意take a chance 我不想现在的Commit 我如果刚刚博士毕业 就拿到Tenure Track 我相信我一年以后 如果不能Renew 我的Position在Koran 我再申请 应该也能拿了回来 我不想现在走绑死 这个东西 后来欧学还笑 我说你看你太势利了 你看不起Avizona 我觉得后来 我的判断 觉得好多Avizona好人 都离开了 都走掉了 所以我87年之后 我就去了Koran 做一个post 所以那时候很幸运 Koran 那时候是众星云集 整个美国 乃至世界 欧洲很多人来访 是世界的应随的中心 我在那边有幸 跟Peter Lacks Kathleth George Papernikola 他们合作 这两个是我的mentor Peter Lacks 是我的合作者 也是说我的mentor Peter Lacks 等于是这个 应用数学的鼻祖 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他今年98岁了 我2019年时候 他94岁 还去曼哈顿 去拜访了他 他就像 卢文口中的 那个天上 闪闪发亮的星 可能是最亮的 那颗星 但是呢 他第一次听了 我的演讲以后 就在我的mailbox 留了个note 所以我非常enjoy 我实际上欣赏你的演讲 我去库长组 第一个礼拜 就给了一个 Plymas 他给付费文章 我想跟你讨论 做这个研究 那叫我去office找他 所以说我太幸福了 我说这么 我这么崇拜的 这个偶像 竟然愿意跟我合作 给我一个跟他学习的机会 而且这个 弗奈文是个天才 他是匈牙利的 一个犹太人 对吧 他是后来 他跟我讲 他们是坐最后一班船 离开匈牙利的 因为他觉得纳粹 那时候会破坏 像 von Neumann也是 那个 von Karman也是 这些很多很伟大的 这种科学家 数学家都是匈牙利的犹太人 他们有这个传统 而且他那时候 来到美国以后 他爸爸 他爸爸是个医生 知道他是个天才 就专门找了他的 他的叔叔 Uncle 在Stanford 他给他推荐两个人 一个是Richard Courant 这是 Courant 一个是那个 von Neumann 两个都是 都是那个 就是犹太人 董匈牙利过来的 后来他们说 von Neumann 但是很聪明 也是个天才 但是他不大 不是很好的教育家 他就是发明星的东西 对吧 他是Courant 是很好的教育家 所以他就去跟Courant 但是呢 后来他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美国是要是募兵制的 每个人要去服兵役 所以Peter Lex 被招募去当兵 他当技术兵 他的去Los Alamo 跟做Fontemann的作手 你看 他最后两个人都跟到了 所以他就跟着Fontemann 做作手的时候呢 他就学到很多 他当时Fontemann 想用那个计算方法 用计算机来模拟核爆炸 激波 所以他后来 Peter Lex 除了Courant所念博士 跟Friture念博士的时候 就发展了整套 计算流程力学的 还有Hyperbolic Conservationology的理论 开创了一个整片的这个领域 所以他有跟他讨论之余呢 Peter Lex 就把我当成是家人 也非常友好 讲很多故事 讲那时候在 在Los Alamo 也好 他后来就跟Courant 在Courant运日所的时候 包括他们去苏联访问 很多故事跟我讲 都像家人一样 我觉得非常受奇吧 他讲的那些故事就像 我看这个中文版的 这个比较好 他就说 在跟他那些海或天空的 那些智慧 挑战的 充满智慧挑战的讨论 以及那些科学家 能在经过苦思冥想以后 你做一个难题 你总是要想想想 为什么对或者不对 对的话 你怎么证明他对 但是不轻易放弃 其实大科学家 大科学家也是人 只是他们比较会提问题 又很强的手段 很好的功夫 武功很好 所以他们又能够把它解决 所以他这种坚持不放弃 这种思路 这种想法 深深的影响了我 也是影响了我的研究的风格 为我后来做难题 提到很好的影响 这就是Peter Lacks George Papa Nicola 2002年的时候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 干Ethan Tamer 教授 组织了一个国际学术会议 Hyperbolic的会议 那时候重新云集也是 Peter Lacks也这么过来了 所以我在 Cura研究所的时候 做了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突破 是一个点磨法 我刚才讲说 我在博士的时候 我念博士的时候 已经学会怎么做 原创性的研究 我在Cura研究所的时候 但是很多问题可以做 我又跟好几个人 做了这个合作 我先讲讲这个中文的部分 但是我第一个突破 就是关于但是点磨法 也是非常controversial 两派争论得很厉害 一些几个主流的数学家 像那个Andy Meider 跟Trovan 他们都认为是 点磨法是不收敛的 不稳定的 点磨法是一个英国物理学家 1932年发明出来的 非常物理 而且他直接 但是用手动的计算机 就能算出模拟飞机 以后那个Val test roll up 所以很多物理学家 流体力学家很喜欢用这个方法 但数学学家发现 这个东西不稳定 你点磨装在一起 就可能就爆掉了 对不对 不稳定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点磨法改了 也能 就是 Ankrit叫我证明那篇文章 就是他改过以后 那个点磨法叫窩团法 他证明他是收敛的 稳定的 所以他们的当时就觉得 点磨法是不可能对的 但是我当时碰到一个 Catholic这个学生 John Lover Graf 他的博士论门呢 做另外一个问题 What a sheet的问题 他竟然用很强的这个 这个Analytic 解释按数的这个处理条件呢 能证明说他 在短时间是稳定的 我当时就异想天开 一说不定 他们说不稳定 是错的 有没有可能 是不是有可能是对的 我还跟那个John Lover Graf 说我们一起来做 看我们能不能推广到二维 不用就用正常的 Regularity 就不用解释按数那么强 对吧 但是呢我就跟那个 一个库航所 一个年轻有名的教授 他知道我有这个想法 他把我叫到办公室 他说我们那两个小智辈 刚刚年轻 听说你们想要做 这名点磨法是收敛 你别浪费时间了 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是不对的 给那个反例 但是我有个想法 对吧 如果我用了这个 Cubus这样一个技巧 我能证明他短时间 是收敛的 尽管他不稳定 我们写篇paper 继续给买打起死他 这样 所以他就 我说当时 我怎么那么笨啊 这个这么简单的东西 竟然没想到 现在想去挑战 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那年的感恩节的话 我都觉得 就想把这个证明 把它写出来 对 人家给我个机会合作 怎么想都写不出来 这个他说他不稳定 我就证不出来不稳定啊 好像也不能排除 太稳定的可能啊 所以后来要回到来想 是不是有可能也是稳定的呢 对不对 要来来回回想 来来回想 经过好多人的 这个虎视冥想 在Curon所的研究 在大家都回家过节的时候 我一看在那边虎视冥想 后来发现 帮我最近做了一个结果 跟另外一个 Tom Bill的另外一个结果 串起来发现 哇 竟然是稳定的 而且证明还不那么复杂 哇 当时我把我 把我高兴坏了 我觉得哇 真的吗 说检查好几次 发现是对的 是过完节以后 我就跑去问这个根本教授 我说我还算证出来 是稳定的 他说不可能 我看都不用看你的东西 这不可能对 又在黑板上跟我讲讲 为什么什么不对 这个是不可能对的 因为我说 我说 我说 Jonathan 你我现在不能告诉 说不能说 你这个反例是对或者不对 我没有还没有 还需要点时间消化 我说你看看我的证明 不是很长 对吧 也不是很复杂 你看看我错在哪里 对不对 以后他过了几天 把我交到办公室 说Tom 你这个是对的 对的 这竟然和你这个 就会很轰动 所以原来的这个问题呢 其实没那么难 但是这些所谓大科学家呢 他有个先入为止的观念 他认为是不对的 根本就 而且得到一个 用一个所谓反例 是是而非的反例 因为他那个反例是有假设的 完全是假定是个 那个反例 那个particle 是random的 没有任何regulability 但是我证明那个是光华姐 当然是有regulability的 就他那个假设 法律假设 我们真的要证的结果是不对的 是不满足的 所以他根本没有往那边去想 就说不对 是给我减了个便宜 也不能说减了个便宜 所以说我敢挑战他们 就要发现他们 就要发现他们 其实对了 所以这个事情就很大的宫洞 所以我用英文的再讲一讲 所以 这个是我的第一次 这个是我的第一次 很重新的 可以说一页成名 所有人都知道 这个太轰动了 所以有时候讲起来 就是说你不要太相信 迷信权威 你通过自己的努力 有时候你会觉得 其实是 其实在真理面前 人人平等 没有说他比较 以前做得很好 到一直都是很好 对吧 你不要说因为以前 你不够好 你以后一直都敢 比不上人家 你不要小看自己 对吧 所以我觉得 当然你必须有实力 你必须要 好好认认真真地推销 但是你不要太 太去被人家权威 一下把你给吓到了 然后呢 我在19 所以后来 我这个结果太光动了 很多地方都给我off 所以后来 我就决定留在 库朗文研究所 我做tenure track assistant professor 然后我在91年到92年 再去Prinston的 高等研究所 访问一年 那时候那个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那时候呢 家族理工学员呢 就正好应用学系 有个空缺 就请我去 去interview OK 然后呢 Caltech呢 其实是非常小一个学校 家族理工学员非常有名 跟MIT 是七名的学校 所以但是 其实我们 Caltech是跟 库朗文研究所 又是不同一个流派 不同个学术流派 这MIT Caltech 布朗 属于英国 British style的 比较 非常很应用的 应用学流派 所以我从来没想到 他们会对我感兴趣 但是因为 那边有个很有名的教授 Philip Sassman 是一个英国的 流体理学学家 他就是赞成 点火法稳定的 那个派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派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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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军人物 所以他 我这个结果 他们很很很很 很引起他们重视 非常喜欢 所以经过很多interview以后呢 他们就决定要给我 offer 对 但是他们 他们去十几年 没有找 找过新的教授 那么他要一次同意 才能够 招新的人进来 但是他们之间 谁也不符谁 他说你 你喜欢这个人 可是你要壮大你的派系 你那个人 互相不符谁 但是我呢 大家都能接受 但是呢 他当时就并不要说 那我那时候才刚做理 当做理教授三年 他说你太年轻 毕业时间不够长 我们不能给你终身值 对吧 你过来 过两年以后 我们把你提升终身值 我说 在加州理工学 这个门槛太高了 如果我没有 那个 没有那个 这个 这个终身值的保障 我说 我不能生存的总办 我说 我留在库朗研究所 我觉得再终于两三年 我觉得能够拿到天柳的机会 我是有点信心的 我说 你不给我天柳 我是不考虑的 no thank you 他们咬咬牙 去外面 要了十二封推荐信 回来都很不错 就那年六月份 九二年六月份 就破格 给我终身值 副教授的职务 当时很多教授 我的老师的老师的老师 劝我不要去啊 说那边斗争太厉害了 像个恶意识 你去那边可能被吃掉了 你肯定很不得志 说你不如来 我们UCIA UCIA给我这个offer 他们当年加州还经济危机 不准顾新的教授 他们还找到那个教务长 PROVO 破格拿了一个职位给我 所以但是呢 那个当时工学院的院长呢 就就就就照见我 就说哎呀 他说你是应用数学系 十几年来 一致同一雇的一个教授 你很幸运啊 他说你希望你能来 好好改造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应用数学系 应用数学系曾经飞煌过 很好一阵子 但现在这些教授都年纪大了 有点走下坡路 而且他说过你来以后呢 过五到十年 这些老教授都退休了 你有个机会重建这个应用数学系 后来我真的做到 我后来都当了六年的系组任 从2000年到2006年 就等于 我跟另外一个年轻教授 更多是我在主导 就把他一个从传统 流入力学为主的一个数学 应用数学系 转型为一个 包括数据科学 这个 他有这个多次的问题 包括计算生物 这个比较比较比较 比较比较 前瞻性的一个应用数学系 现在在美国乃至全球 都是排行 很领先的一个应用数学系 所以我觉得通过自己的努力 从一个非常要挑战性的一个位置 大家不看好的时候 反而是变成是 这个是我当时造的一个 Emanue Candace 她是Stanford的教授 就是她的太太 非常有名 Emanue Candace在做 complex sensing 这个质感压缩的时候 非常非常有名 她是很多抬头 好多个院的院士的 是我一手从座礼教授 把她雇建来 很短时间提到郑教授 又提名她当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是Waterman's Prize 非常非常优秀 所以2002年 2022年11月到她家里 但我访问她 请我到家里吃饭 所以我觉得非常高兴 所以我这个 因为自己抱着这种无私的心态 不是为了我重担我自己 就就就 召了一批非常优秀的老师 年轻老师去 我在加州旅工学院呢 我做了两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工作 第一个呢 是做了个多尺度的问题 因为加州旅工学院 进来的门槛是很高的 很难进去 但你进去以后呢 她给你很大的空间去发挥 所以我第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工作呢 是跟我一个博寿 胡小辉 发展一个多尺度有限远的方法 而且用到那个地址 看探啊 两项流啊 多项流 但我在97年的文章发表以后呢 马上就得到好多人的重视 而且在很多石油公司 都把我的方法去改良 成是他们的一个新的油厂模拟系 而且到处被邀请到全世界各地的演讲 而且创办了 2002年创办了多尺度模型跟计算 模拟的这个杂志 担任这个创办主编 所以在这个多尺度 当时很少人多这个多尺度 Motorscale的这个工作 我是属于开创的这个领域的人之一 其实我在博士论门的时候 就跟我老师就开始做这个问题 但是后来我就得更进一步系统地去发展这个 所以这是英文的一个 summary 所以这个MultiScaleMethod 我一个比较早前的领域 然后在这个开始 很多人都很认为 很认为 很认为 或者它能够做一个特别的特别 但后来人们知道 这些可能性 然后很快 很多人都会从业务和经济 都会跳进这个场面 但在那时候 我把我重新的重点 到Clay Millennium Problem 这是我第二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突破 在2003年左右 我慢慢地把我的研究中心 转移到 这个三美欧拉方程 这个世界难题 在公关里面 我以前是计算数学出身 做Numatic Analysis 觉得做这个问题呢 我在上博士的时候 都被MIDA 他们就一直说 这个鼓吹 这个是最重要的 应用数学流体历史 最重要的四季难题 那当时觉得问题太难了 我有何德何能 怎么可能去解决问题 是片原方程的很多大师 像Charlie Pfeffman 像Terry Tao 这些这么厉害的人 他们做PTE的 但是后来我觉得 我也不应该把自己 局限在这个 这个小舒服圈里面 应该大胆地 走出你的comfort zone 所以我跟我的团队 通过20年的不懈努力 In fact 头10年 我是想要证明 他不可能爆破 我把以前人家 很多爆破的反例 全都推翻掉了 通过发展性的理论 重新做计算 而且大家都觉得 哎呀 我这个团队 你证明他不爆破 越来越接近了 他们觉得越来越 大家就很关注 我们的工作 在2014年 我跟我以前的一个博士号 罗果博士 也通过很多年的 好几年的努力 动过非常精密的计算 发现了一种新的爆破例子 以前人家从来没有发现过的 是个走对称的 三美欧拉方程 2014年 已经发表以后呢 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所有的人都觉得 哎呀 这个新的现象 这看起来非常有可能 能证明他爆破 然后我们再花了 八年的时间 跟我以前的博士 好几位博士生 从刘鹏飞开始 这几个都是北京大学毕业的 刘鹏飞 黄德 陈佳杰 最后 最后陈佳杰 最后一棒 把他给 go to the finish line 我们通过一个计算机 辅助的证明 严格的把这个 三美欧拉方程 齐一节 把我2014年 这个计算 发现的这个算力 严格证明 他的确是爆破的 所以这个事情 引起很大的光动 所以因为这个一旦 一旦我们把它放到网上以后 引起很大的光动 这是我一个很重要的突破 而且得到几个很重要的奖 而且这个刚才陈院长提到 我今年4月30号的时候 30号的时候 就非常 非常presently surprise 说我被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 当我收到这个电话的时候 我都急动都快哭掉 哭哭啊 觉得怎么可能 有这样的事情 对吧 所以就说明还是 当你很努力去做的时候 后来我 我了解到 其实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 是非常多竞争 而且我第一次被提名 第一年就被当选 这个是极 极罕见的 说明大家这个还是 公道还在人心 不论是硬术学 还是纯数学的人 你还是院士投票院士 经过很多很多人的吸血 尤其在这个中美的 这个关系大环境 也没有那么 以前以前那么 好的时候 还得到那么多人支持 我觉得非常非常感恩 这个这一切 这是我的三个三姐 这是陈佳姐 从她开始 刘鹏飞 黄德 黄德已经回到 那个北大当座礼教授 刘鹏飞现在这个高频 Trading Hive Frequency Trading Citadel 的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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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d Manager 他负责将近40% S&P500的Trading 都是进入他们的手 非常厉害 他们这些 就是说 厉害的人 他无论你放在哪里 他都发光 你在学术界 也是领军 你去工业界 他也 不是一下子 就能上去 但是他很快熟悉以后 他就 就能够找到 突破口 对我们这个 关于这个证明 也是从他initiate这个idea 但是他没有时间 也大概也不 觉得风险太大 后来他就离开了 选择去离开 去工业界 但是我也是 觉得很可惜 还好要这两位年轻 顶上 就就最后把这个接力棒 接上去了 对不起 这个时间过得很快 所以这个学术方面 我都讲完了 所以这个就跟你讲故事一样 通过三个 我的一个人生经历 其实更多是 从UCAS开始 做了我博士论文 打下了一个 做研究的基础 通过Curonzo 把点磨法 人家做了不可能的事情 在我无意中 无心插流 我并不是我一去Curonzo 就决定要做这个 我做了好几个件事 这个是我无心插流 我说 这个当时跟很多人聊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我们来聊聊看看 有没有 推推看 能不能做 竟然就做出来了 然后他的一个 Multi-Scale的问题 也是比较属于 比较开创性的一个 比较早的一个工作 然后那个最后呢 能够用20年的时间 我不是只做这个问题 但很多时间后来 大部分是专注这个问题 终于取得突破 所以这里面我很感谢 我的一个华南医工大学的校友 当时我有这个想法 刘邦菲有这个想法 2016年的时候 2017年的时候 我没有经费 因为你说 如果你去申请到国家基金委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之后 我能解决 All our singularity 证明出来 没有人相信你 对吧 你可能也不见得 你没做出来之前 都不知道你方法 对不对 以前太多人说能做 都没有做出来 所以他呢 这个蔡先生呢 他是在香港 他90岁的今年 是很成功的一个商人 是我们的校友 然后他就制作了30万 这个使得刘鹏菲和刘夏来 做博士后 后来他继续又捐助了 两笔很大的一个 所以当时我跟他讲说 这个我非常欣赏他的这种 他一辈子都是 他就是想帮助别人 通过帮助别人的过程中 他得到了很多 他只是一辈子都奉行利他主义 他把基督教的爱心 跟佛教的慈悲心 就是融合在一起 当时我跟蔡先生讲 很诚实跟他讲 我说这问题太难了 好多人比我厉害的很多人 都尝试过很多年 都要做几年就离开了 我说我可能也做不出来 这问题可能我的idea也不过 但是我这个新的想法 我想尝试个新的路径 就是我失败了 后人也应该从我这个失败里面 吸取的教训 少走一些弯路 也是这种贡献 他听了以后非常感动 大部分人都说 如果找我捐钱 肯定说我已经想好了 万事俱备只限东风 你给我钱肯定能做出来 我是很诚实跟他 所以他非常感动 但我竟然那么诚实 而且竟然有想到 要牺牲自己利益 也能够利益到别人的这种精神 所以我觉得人的这个要找到幸福 很多时候要找到这个内心的平静 你内心怎么能平静呢 很多时候你就不要太计较 你出发心应该是利他的 而不是只是利自己 对吧 那你就能够做到心无挂碍 就能找到真正的幸福跟平静 也就是说应该在因上努力 我讲因果嘛 就果去处随缘 你对这个结果坦然接受 不要太计较 其实你这个过程中 因为你这个结果 对吧 我们当时只是为了追求短暂的名利 去做研究 得失心就会很重 内心会很浮夸 浮躁 就没办法在经过无数 无数次的挫折中 保持定力 坚持下去 我觉得这个学佛 很像我谈到 对我影响非常大 但也有好的心态 否则你是没办法 经过这么多挫折以后 首先你很多人 你可能在做之前 你就会很calculate 我投入这个时间精力 我落这几年都出版了文章 我是不是损失太大了 等于说你叫投资一样 你这种心态永远不可能去做 就敢去碰这种难题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是蔡先生 蔡太太 他当时我们的USC 他占了一笔钱 建立一个实验室 Stem Cell的 对我非常感谢Caltech 我在当时一个院长 工学院的院长 他上任的第一天 在每个教授办公室去拜访 看你们做什么问题 我能不能帮助你 Caltech很小 所以我们的院长认识每个教授 我刚才讲 我在做Ola Singletary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非常难 他说你应该全力以赴 他是看了Andre Weill 解决Las Femme的定例 那个问题 他做了七年 都从来都不声张 最后解决了 他说你应该学习 Andre Weill这种精神 你这个地位 你千万不要太在乎人家怎么看 但你虽败有用 如果你需要什么帮助 我来帮助你 你紧着专注做这个问题 所以当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告诉他非常高兴 他就是里程碑的突破 这是一个英文 所以我非常感激 所以我非常感激 我的大教授 其实我开始 我一直以为 他 process 他说 你肯定没有花足够的时间来做这个问题 你还肯定怕失败吧 他说 你应该全力以赴 我当时非常感动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這個孩子還是有點沒有足夠的底氣 所以我覺得當人家別的院長 別的看你的翻頂有多少的時候 他是關注你能不能敢於去攻克難題 而且有什麼困難 他就全力幫助我們 對 這是那個Dean Rari是個印度的American 他是美國工程院的院士 是蔡先生 這是劉鵬飛 我那個學生 所以我非常感謝我的父母 跟我太太跟家人 這個如果當初我不是這個 我從小時候父母就鼓勵我要好好讀書 希望能考上大學 而且他當時在香港的時候 就非常這個省吃健康 製作我能夠到美國去學那個 讀工讀碩士 當我那個鄭孝遠教授支持我 鼓勵我要去讀數學博士的時候呢 好多人都不太看好的時候 我父母還是支持 你就去追求你的夢想 不用想太多 同時很感謝我的太太 張一串他也是坐在這裡 他也是一個教授 他來自台灣 也是我在UC的同學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 我都覺得 哇 那時候1984年 他比我還晚一點 我覺得這敬為天人 這那麼漂亮那麼協會的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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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孩子 這個他當時選一同一門課 哇 這個覺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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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 愛慕他 這個我也是經過七年的努力 才把他最後克服很多困難才把他追到手 而且當時我年輕的時候經常去世界都過地講學 所以對家庭的照顧啊小孩啊包括我母親的照顧都都沒有盡量多力 都是我太太張一串他專門把整個都負擔起來擔起這個責任 所以我非常感謝他這種無條件的這個愛跟跟支持 就是我是多幸運有有這樣的嫌棄良母做我的堅強的後盾 這是我在今年6月5號那個加州理工學位 我辦了個慶功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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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待會 一個一個一個Reception 當時上次講 剛好呢這個玻璃鏡反射了我太太 這可以好像暗示說我是站在太太肩膀上 才能夠有今天的成就 還有這個花在沈貼 就非常有藝術性的一個照片 所以我想講講那個佛法對我的影響 所以我太太也是我學佛的引路人 我當初向太太求婚的時候 1991年的時候 她願意考慮 但是要給我加條件 你一定要吃素喔 一定要吃素 我說你的時候能不能去外面應酬 能不能有例外 她說也不行不能有例外 她一定要吃素 其實當時吃對吃素對我那個在大陸長大 她也是無神論者的 所以一下子從不是吃素感 吃素其實心裡是蠻抵觸的 那時候還沒有歸於佛門 也沒有相信英國 我是為了完全 剛開始是為了愛情才答應吃素 真的是為了愛吃素 但後來了解以後就覺得她讓我少造了很多葉 少吃了很多肉 後來我在美國遇到極光寺的衛生法師師傅 才開始慢慢了解英國 相信英國 而且剛開始師傅認識我的時候 她都不會跟我們講那個用大的法 跟你去講英國 講很多獎金說法 她就教我們怎麼做人 用很多生活的例子 說你在工作上在家裡碰到婆媳 然後很多朋友之間的關係 你應該怎麼去處 用佛法來指導 我們工作上幫的東西 怎麼不要跟人家爭 不要跟人家辯 怎麼好好去 一種無私奉獻的精神 所以她基本上是叫我們 怎麼把佛法融入的生活跟工作中 把自己變得更好的自己 所以我記得有一次我在去Stanford 一個Summer School 要給一系列的那個Lecture 師傅還親自下主幫我主面 我好像我感動都不會 也一個大師大法師 親自下主幫我主面 而且那時候我去了Stanford 我那個禮拜的給了五個Lecture 特別反應特別好 我覺得就是師傅給我加持 所以我覺得師傅這種教會對我影響很大 因為我沒有覺得他在傳教 他就是一個還是很有智慧的長者一樣 所以在無形當中 我慢慢就能接觸佛法 了解佛法 而且更重要的是 是學會怎麼自己 觀察自己的體心動念 改變自己不好的實習器 怎麼把自己做得更好的自己 後來每年以後呢 我都經常都到嘉義的極光寺去參加兩王寶燦 那對英國才更深刻的了解 這是一個英文的版本 所以我非常愉快 所以我非常愉快 我認識我 達馬師 達馬師 在美國 20幾個月 在美國 在那時候 她在那時候 她花了幾個月 在夏天 在夏天 所以我們有機會 跟她 跟她 她 但是她沒有 她沒有感覺 她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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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用一個生活的例子 來示範如何融入我們日常生活 所以我們可以成為更好的回事 所以這有一個影響給我 所以我非常感謝 這就是我們在吉川天佈的照片 這是達媽媽的魏神 這是我 這是其他達媽的朋友 成长的人 要我相信英国是很困难的 一直都觉得自己很有逻辑 我觉得大家刚开始在UC认识我的时候 也经常跟我讲啊 讲英国啊 讲佛法啊 他讲的都非常好 包括宏一大师 很多那个手册的一些阁员啊 非常漂亮的字也写得非常好 但是我就很难相信英国 我就跟他变了 好人好报有应有国 你看这个人做那么多坏事 为什么他还有没有什么恶报 那个人好像非常善良 为什么做很多 好像没有得到那个 还没有得到那个好报 还是都觉得 但是后来慢慢才了解 英国的东西不是说马上 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 对吧 英国要比较长远来看才知道 而且是发生我的身上 几件事情 包括我妈妈 1997年的时候 我去天津 找一对母女杨云阳坐像 那时候有些姻缘见了她 当时她 我妈妈那时候不愿意来美国 她觉得我不孝顺 那时候呢 取了媳妇就忘了娘啊 所以我就很深 我就很伤心 就问那个杨云 那个母女 我说什么原因 我妈妈为什么对我那么多误解 她就帮我 她有种所谓 她看了我们《鲜花善人》的书 就有些天眼通 她说你妈妈已经发了愿 以后要去西方几路世界 说这辈子做人很苦啊 她讲了很多她内心的世界 后来我那年就去香港 去看我妈妈 我跟我妈讲这个事情 我妈很惊讶 怎么可能 我自己默默发愿 没有人知道 没有任何人知道 为什么她知道 所以说这很多不可思议 其实我们科学很多事情是 很多事情是没法解释 还有很多事情 包括我从小的中毒 我曾经超过死过一次 我的灵魂都出窍了 我大概十一十二岁的时候 在农村被狗咬了 然后悟信了 我妈妈悟信了一个邻居 不是医生 要以毒攻毒 我吃了一两倍 这样一倍半的成人 都挤毒的药 我还自己去抓药 喝下去马上反应 我差不多死掉了 救回来的 所以很多事情 当时没法理解 为什么一系列的臭巧 就造成你这么多苦 为什么你妈妈是医生 不可能亲手一下 毒死你的小孩 她也不知道 而且抓药的药店 也没有告诉你 为什么拿这个药 这是急毒药 你干什么用 没有人提醒我一句 我喝下去 第一口我就跟我妈叫 这好难喝啊 毒药嘛 急毒药 喝下去不到一分钟 完全就抽出歌功反章 这个 你是知道人 你看电影看过 这人中毒 蹊跷出血 我妈马上抢救 把我救回来 但从此以后 身体非常非常虚弱 所以很多事情 后来的了解以后 都是有因果在后面的 我们以前 科学是有局限性 我们科学本身 一直不断的完善 不断的发展 比如说我们现在量子力学 量子纠缠 我们现在很多事情 以前不能解释的 现在就能解释了 而且我也非常感谢 我们的万佛城的开山祖师 宣化三人师父 他原集的比较早 1995年就原集了 大概7月份 所以我那时候 没有这么好的福报 因缘 因为那时候还很刚强众生 尽管师父想要度我 那时候悟性还不够 在这我非常感谢 他早期对我的教会 让我对佛法 有初步的认识 并且用万佛城 六大宗旨来反省自己 六大宗旨 不争 不贪 不求 不知诗 不知力 不达妄语 而且要学习地藏王菩萨 要发愿利益众生 所以我觉得非常感恩 这个灰山法师 因为我后来认识 灰山法师 在比较长一段时间 他非常耐心 用他的智慧 打破我的执着 本来我是以为自己很厉害 什么都懂 其实是一种 知识的障碍 知识障 他用他的智慧 打开了我的 打破了我的执着 开发我的智慧 如果不是这样的 没有我后来的改变 这不可能有个 好的心态来做研究 这不可能在经历 无数次的挫折以后 还能保持定力 坚持下去 所以我特别感觉 为什么是什么 这个在照真 这个在照真 谢谢 这个是一张照片 I talk with Dhamma Master 圣花三人 1994年 他95年元集的 我正在UCA红法 这也是我的母校 我就陪同UCA走进大会堂 他都讲佛法这个概念 所以非常感动 最后我用这首诗 来跟大家来结合缘 这个叫做 用生命影响生命 他把自己活成一道光 因为你不知道 谁会急着你这道光 走出了黑暗 请保持心中的善良 因为你不知道 谁会接着你的善良 走出了绝望 请保持你心中的信仰 因为你不知道 谁会急着你的信仰 走出了迷茫 请相信自己的力量 因为你不知道 谁会因为相信你 而开始相信了自己 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活出 出一道光 对比这个卡住了 绽放出自己的美好 各自的美好 所以我希望今天呢 我希望用我的这个故事 能够作为一个很普通的 我的态度说 怎么把一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 我是尽管网红网红大学 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工科学校 但作为一个应用数学 不是个名校出身的 普通毕业生 通过自己的努力 也能把一个平常的自己 活出一个不平常的一生 我也从来没想过 我有一天能够在国际舞台上 有所建树 向我的故事能够激励的同学们 不要低估值的潜能 立足师大 放眼世界 既要树立一个远大的目标 同时要脚搭实地 减少浮照 积极进去 只要有1%的机会 就要尽100%的努力 同时在精神生活上 要有所追求 发扬利他的精神 造福社会 我觉得这点对我是非常影响非常大的 刚才我提到 我觉得只有物质上的追求 学术上的追求 你是很容易陷进一个象牙塔里面出不来 一定要走出这个象牙塔 必须要开发者的智慧 这样我做的同学们 在各自的领域里面 大显身手 大放异彩 谢谢大家